這個時間大概是2022年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是我印象當中發生的事 是離夜巡大概還有一兩個月的時間 這兩個警察是因為當時候有一個嫌犯 從那個歸人那邊的監獄逃出來 那逃出來之後去搶人家的車子 然後警察查到才追過去 那就是一個好像是被身上捅好幾刀 那這個也是很多因緣際會 因為當初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是警察第一個來跟我們吊攝影機的 因為嫌犯有從這邊經過 那經過之後他有來吊攝影機 那我印象當中那時候去年7月 前年7月的時候 這附近都是警察都是刑警 他們那個槍是直接都是插著 可能一拿起來就可以開的那種 對因為他們警察就是很討厭人家殺警察 那時候就是因為警察有這件事情 那我們那時候剛好夜巡到了 那我們就是有派我們過去新光山那邊 再處理一些事情 然後之後到新光山那邊看了之後 他就直奔民權派出所 那時候當下在那邊的時候是 那個感覺啦 那個時候我的感覺是說 那兩個員警當下還在那裡面 那之後城隍也就是帶領所長 還是他們的幹部 然後就拿著箱 就帶到城隍廟來 那時候有一件事情非常選是 三支箱 那有一支是特別短 就很誇張那種特別短 你三支箱同一個時間點 會有長短沒有錯 但是長短不會差太多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包含拿著箱的所長 他自己也嚇到 他說這個箱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就差很多就對了 就兩長一短 那這個我們去查的資料是說 這個就是有非常大的冤區 所以才會呈現出這樣子的方式 那帶進來之後 他們兩個原本是不想 進來到這邊來的 那他到廟廟店的時候 他就一直往後退 一直往後退 一直往後退 那時候我們就靈機動說 還是要請所長 還有他們遠景同仁 一起拿箱拜拜 請他下來到城隍廟裡面 他們就願意進來 然後跟著長短去休息 那時候當下進來到廟的時候 我們那個感覺 我們陶嗆跟李嗆那個感覺是 你就很想哭 那也是從背後就麻到 頭頂那邊來 所以你會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那後面開始幫他處理完 那當天派出所的那些警察 也是有到這邊來去拜拜 那城隍也有答應他們說 那就是放心跟著我去休息 那其他的事情你們不用擔心 只是會讓我比較意外的是說 當時候 因為我們那一年是剛好有放告 不管什麼 孤雲也管都可以來 那當天 城隍也是說 他就是沒有看到他們兩個到這邊來 那也才因為這樣子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還在派出所 那城隍也才去把他們帶進來 這樣子 就是有一次我們去年的時候 大家下來 那就是按照以往這樣子出去外面巡 那巡到金華新橋那邊 就是有一個地方很陰暗 那大家進去 然後就是頭籤 二籤 三籤 全部都發起來 對 全部都發起來之後 那是因為第四個我換他下來 不然他也是發起來 那時候就是我哥哥有去 城隍也有開伏令嘛 就叫他說 你這個地方點一下 這樣子弄一弄 結果那時候我哥哥點下去之後 他頭伸下去看 他當場就起雞皮疙瘩 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就是那些照片是被整齊排列 就這樣子 那你人要去點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些照片一直看著你 那當下有一個叫班 他就是他臉就也是發青 那之後他出來外面吐的時候 就是因為大腿比較閃的 他才吐一些綠色的東西出來 那時候我哥哥問他說 你是吃到什麼東西 他說他都沒有吃東西 很像那個東西真的很恐怖 不會形容 後來就是 城隍也他就是當下之後 就是開一些伏令 然後把他鎮在那個地方 可能就不會讓他這樣子 到處去亂來這樣子 你會不會讓他走 你會不會讓你去過